很高興能夠到新竹縣來 然後我發現新竹縣跟我以前的印象改變很大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現在是北台灣的科技大縣 然後它的整個的水岸還有天際線整理得非常好 那我聽說你在這邊有一個五支建的政策 然後當然就是說 所以可以不先談談這個都市南代的建設 東興郡這邊呢 其實五支建以外 其實我們特別重視這個藍代 我們在竹北琼林我們建了很多公園 在投田系我們建了很多河濱公園 我上任縣長之後 我跟縣府的團隊 我們就針對我們新竹縣的都市計畫的藍代計畫 我們制定了一個完整的規劃 那外就是從新峰海岸線11.8公里 我們就往內延伸到我們的投田系的高攤地 就制定了一個完整的一個計畫 我們外面就是從竹北到新峰 我們這個海岸線的計畫是11.8公里 讓海更漂亮 更漂亮 對 我們再把往內來延伸到投田系 還有我們豆子浦溪 東興郡等等 還有游羅西 游羅西 一連串的城市藍代 我們就把規劃出來 那在今年 我想我們新竹縣的鄉親朋友 最有感的部分 就是東興郡的景觀 我剛才有去看了 我覺得那個真的很動人 非常動人 我們可以有新竹縣200多年的歷史 特別在竹北 都跟這個藍代都有關係 而且我剛看一看那個 你們那個是 我覺得你是用生態工法 就是按照那個非常環保的生態工法 然後剛才我們看到很多魚嘛 沒有錯 很多魚種了很多樹木 說到很久了 甚至有上百年的樹木在這邊 那我們這個最主要 我們是利用水圈和大面積的綠地 用以公園為基礎 再加上我們的自然生態 跟肉侯的概面 我們就將這周遭的 豐富的這些文化底润的客家建築 像分洋堂 分洋堂 我剛才也去看過 那個三合院 很漂亮的三合院 對 我們就把它這些加在一起 把它整建完 而且我看到 發現說你也會在這個 整個的水岸藍代旁邊 也會有一些人文的建設 比如說圖書館 我也看到圖書館 是 我們在水圈公園旁邊 也就是在我們的 新竹的地方法院 這個後面旁邊 最精華的地段 最精華的地段 我們規劃了這個 新竹縣的總圖的圖書館 這個部分我們也在規劃 這個總圖會有什麼特色呢 我們這個總圖的特色 就是裡面不是只有圖書館 只有去那邊借書 不是只有書 不是只有書 我們在裡面 我們在裡面也有一些 做一些咖啡廳 你們在這邊聊天 談一談 可以談情書愛 可以談情書愛 談一些讀書的心得 還有數位化的建設 數位化的建設等等 我們在這邊都有 我覺得這個都市藍帶 它本身除了生態豐富之外 它還有一些古蹟 它還有一些人文的建設 然後變成說圖書館 當然附近還有一個體育館 我覺得這整個的 這個叫做我們這個 整個環境生態是非常的豐富 對 我們的竹北 圖書館 體育館 還有我們的這些民俗館 等等 在這個竹北裡面 是非常豐富的一個文化體驗 這個半日有一日有 我現在發覺整個竹北 這個它幾乎是從桃園到苗栗期間 我覺得它是最動人的一個城市 就是它除了人文繪翠之外 它還有一些生態 然後它本身的天際線 跟整個的 我覺得很適合到這個竹北 來做半日遊或一日遊 我想要請教說 我們在這個整個的都市藍帶 還有這個竹北這邊的建設 做了這麼深 那你接下來這個圖書館也有 你接下來有沒有什麼願景 這個希望繼續做的 我們除了都市規劃 是非常棒 我想大家到過台中市的七旗 到過台北市的 台中歌劇院 新一計畫區 你看看他們這個建築物的氣勢 他們的天際線 我們竹北 絕對不出他們 絕不遜色 絕不遜色 竹北市會整個翻天地覆的改變 是非常棒的地方 我覺得說這個整個的新竹線跟竹北 因為我自己滿喜歡開車走台三線 就從關西一直到恆山 北埔 而美一路下去 我覺得新竹線它本身的建設 我覺得它的溫度是不一樣的 那當然新竹線它的條件非常好 因為它有竹科嘛 那你基本上面 你是怎麼樣掌握您工作上的 這個建設的一個節奏 你自己的哲學是什麼呢 我想是這樣 我們第一個 我們要明知首欲藏在我心 我們要知道 我們這個都市需要的是什麼 民眾需要的是什麼 民眾需要的是什麼 想要什麼 我們要常常放在心中 只要對我們相信有利的話 我們一定幹 對我們沒有利的 我們絕對不會去做 這個第一點 那第二點的話 我想更重要的是 我們要做基礎建設 所以我常常強調的是 那基礎建設 感覺是看不到的 對 但是要向下扎根 才會向上結果 你這個向下扎根 基礎建設做得好的話 我們的產業就會進來 人就會進來 然後會在那邊定居 然後在那邊發展 那當然很重要的 我們在思考這些事情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 要上和天意 下訓民心 這樣的話 也就是我們做的事情 絕對不要做一些 傷天害理的事情 也不要口水 也不要口水 重要是以天下蒼生為念 這個就是我的這些哲學 跟我的想法理念 縣長這個除了現階段 已完成的計畫之外 對於都市建設上是否 你還有其他願景 包括這個投錢戲 所以我剛才去看 我覺得拖錢戲這邊也很動人 對的 不過我想我們是一個 非常年輕的一個城市 新竹現在年輕的這個 歲數啊 平均是39.34歲 很年輕的程序 非常年輕 所以因為很年輕 所以我們對於這個 竹北市的規劃 我們就考慮到 年輕人口的 對運動的需求 體力很旺盛 一開始跟我談的時候 我就馬上支持我們成立 新竹街口工程師隊 這個全國我們這個 P Plus的直欄裡面 我們新竹工程師隊是 每次來都是人三人三 你的建設是很有活力的 很年輕的 對 除了這個工程師帶來的風潮以外 我們還有要增建體育館 還要增建國民運動中心 那平常假日的時候 我們的頭前溪北岸 就在我們熱源北岸 我們還有高攤地 這站地非常廣 有30大公斤 剛才我們也去拍的 對 非常漂亮 那我們現在已經規劃完成了 正在也建設完成一部分 繼續在興建 裡面有這些親子的遊戲場 還有兒童的單車場 還有寵物公園 寵物公園 下鄉溪 好享受 溜狗 溜狗 他要小便 或者要大小便 我們都會安排給他 你很貼心 對 這個建設很貼心 現在年輕人都是溜狗 這很難想像 他們都很喜歡 所以寵物公園 我們一定要設置 我們還要設置一些 綜合的球場 這些休閒的設施 讓整個自然生態都可以兼顧 讓整個綠色的狼帶 合體的迎賓的花海大道 這些我們都把規劃出來 我想要回到 通常我們在做建設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跟環保之間 是會有個衝突 就是你要做得快 你可能就是 比較不符合環境保護的需要 但是我剛才在看東興郡的時候 我覺得 你們整個的 包括石頭的氣法 包括水流的一個方向 我覺得那是很有耐心的 比較慢的一個環境工法 那你當初怎麼會 有這樣的堅持 或是能夠做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我想環境保護跟這個經濟發展 這個是不會衝突的 我們常常強調的 我們必須要環境保護 經濟發展跟產業的發展 這三者都並做 那我們的環境保護 我們一定要用自然生態的工法來做 這個不會衝突 那旁邊都是大廈 林立 那大家生活在這邊 又是可以呼吸到這個新鮮的空氣 又可以感受到我們這邊的山水之美 新竹線很秀麗 它很秀麗 然後它本身就是說 它因為有竹科嘛 還有很多這個產業園區 它本身它的這個條件是好的 所以我覺得說縣長您在這個 一個條件好的地方 能夠有這樣的發揮 其實是 我覺得就是說 對我們這種喜歡做事的人講話 這是很有福氣的事情 對 那您接下來有沒有自己 有沒有覺得說 還想幫我們新竹線或駐北 做什麼事情 是 我想我們在竹北 我們還有要推的是 這個每一個年輕家庭最喜歡的 就是貢榮寺的公園 這貢榮寺公園 我們要明年要完成22座 22座 20座 竹北19座 那我們又再加一座是 我們的AI智慧園區 剛剛完成的 這個好特殊 剛好20座 我們的這個 AI智慧園區的 貢榮寺的公園 剛剛已經完成了 這在全國有示範性 它是一個指標性的案子 是指標性的案子 在我們新竹地區 這不錯 大概沒有一個人不稱讚的 你如果帶小孩子去玩 我小孩很大的 那帶孫子去的時候 他一定是不想回家 真的 每次到晚上留言辦法 這個大朋友 家長也在那邊玩 我覺得這個很棒 AI智慧園區這個聽得好棒 酷 我跟你講我自己前幾天也跑去玩 真的 對我也體會一下那個溜滑梯 這個溜滑梯 它是像碗公一樣 我們叫碗公的溜滑梯 真的啊 螺旋式的 像碗公就這麼大 就是360度的 對 當你這樣一溜滑下去的時候 你擋都擋不住 非常舒服的 速度非常快 然後下去之後 自然你就會站起來 非常棒 很開心的 很開心的 對 我覺得這個蠻有趣的說 今天我們很高興的 這個能夠到這個新竹縣來 這個跟這個 縣長做這樣的一個交會 然後呢 我們也到這邊看到這個新竹縣 它每一年都有一個不一樣的變化 那我覺得 因為新竹縣距離 北部或距離台中是很近的 就是說從我們台北開車下來 其實五十幾分鐘就到了 所以其實 應該北北界民眾 應該多到新竹縣來看看一個 一個秀麗的一個城市 它怎麼樣做 往科技大城的方向去運轉 這是一件非常感動人的事情 我們謝謝今天這個 楊縣長接受我們的專訪 那我們期待還會有機會再見面 謝謝縣長 謝謝縣長 都市藍帶 帶您來看 一起來玩 都市藍帶 帶您來看 一起來玩 都市藍帶 每一步 都市藍帶 都市藍帶 也在最高的地方 都市藍帶 或是市藍帶 都市藍帶